日本有个词叫老汉 不知道老哥们听不听说过 总结一下就是老邓除了各种折磨人类 挺有意思的给大家唠一唠 这次的投稿者是一名正义感爆发的举子 在便利店看一个老太太在那训小姑娘 有感而发 文中也给出了医学博士平松同志的意见 他表示为了一点小事就发怒 不读一下面前那个空气就直接发言 没完没了的 也就是催自己年轻的时候多牛逼 等等的这种中鸟连人 以前就算真的很牛逼 现在也要归为老汉这一列了 然后他出了一本书 叫如何避免自己成为老汉 好了今天的故事开始 橘子晒花子同学 他经常去一家便利店 有那个两个收音台那种 一左一右 人多的时候大家在中间排成一列 然后哪边弄完去哪边 花子说有一次高峰期他去买东西 感觉今天排队怎么这么磨叽呢 又开始偷瞄 原来是右侧收音员 面前有个老太太在这训话呢 就你坏 你在那卵包 我得把东西给我 所以才这样呢 你生太小了 你这玩意根本不算道歉 反正就一个劲儿就巴巴 看那个状态 应该是找钱的时候 零钱掉地去了 然后店员瞅着不大 像个大学生一样的小姑娘 客人是个阿姨奶奶 目前的状态就是 小姑娘在那不请的道歉 然后阿姨就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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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刚才的话 声音越来越大 就没完了 当然这队伍也是越排越长 大家开始闹心起来的 投高这就表示 哎呀就这玩呀 没招 我要是参与进去的的话 说不定更耽误时间了 专家表示 这事确实是双方都有问题吧 小姑娘不应该把高龄者当成年轻人 人过了五十 手对东西的感觉会减弱 七十开始之后会更加明显 就更容易掉东西了 然后六十五以上 这个感应能力基本上是年轻的时候一半 抓取力也是年轻时候70% 这分析的倒是挺有科学道理的 也就是说店员这波骂 虽然挨的不亏 但是可以理解 再一个就是过了八十 70%以上的人会有听力减退 所以说你道歉那声小 人家说的也没毛病 啥意思 跟人喊 专家表示 为啥日子老年人就这么不依不饶的呢 怎么说呢 日子是属于年功序列吗 一般来说 年龄大的 一直是前辈的身份 你就算高中里边 那高一看着高二 也得乖乖喊声 喊声前辈说敬语 你这才大一学年 就这么严重 那这老人的前辈 争议感爆发了 觉得这年轻人有问题 我就是应该教育一下 不然吃了别人得亏咋办呢 他得吃我亏 当时我们卫类店就有个老爷子 没事就爱教育我 每次他一来 在门口瞅我一眼 我俩对视了 然后我就得给他准备好 三双筷子 放到一个便当的袋子里 扔在收音台 老爷子一打眼 准备好了 上道 然后就老领导的姿态 进便利店消费了 没事就 帅君啊 你知道为什么 每天要你准备三双筷子吗 我咋去呢 他说因为我早中晚 三餐都要使用 你准备好了 我不用每次都说 我就很满意 你知道吗 知道他老爷子 一天三顿饭 吃便利店的手子 我能指望你年轻的时候 是多大公司 那啥领导啊 老爷子说实话 人不坏 就是太装逼和说教了 每次说家里两个厕所 老厉害的 早上不用抢嘛 他都抢 我家不用 哎 帅君 你作为一个留学生 一定要好好学习 不要去咱旁边的 什么产业大学 什么什么大之类的 我看好你 我国工历历 然后他就不提这个事了以后 话说回来 这个老汉 橘子的头发还没有结束 虽然自己因为正义感 想干你老太太 碰一下了 但是自己真的是正义的 老太太说的也对 确实没好好交到手里 那碰上这个困局 应该怎么解决呢 专家表示 对于这种情况 老年人的听力不一定很好 特别是年轻橘子的声音 又细又小 所以就觉得你态度不好 这时候应该正面 慢慢的 大声的 道歉 让对方了解到 这样才能解决 我怎么感觉 谁要跟人干一下呢 专家表示 这就是带狗 我不懂 很正常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来理解 昭和早年的前辈们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了 老哥们 还有啥想听 欢迎投稿啊 让大家收拾东西 下探